有甚麼奧妙,是一個身份 我見到我們的親家Drama Cantonese 經常吵架我,說我欺負人 首先我要這樣說,我不會欺負任何人 因為她說我要救忙,交八月份租 我只是聽人這樣說,救忙 我交八月份租 很慘,大家立刻留言少 其實我一生人最大的希望就是 做網台主持,而過奢華的生活 甚麼叫奢華的生活? 住山頂,拿法拉里,拿林寶 你說你不著重物質,其實我不著重 但只要招聘職,做網台主持,做到黑洞的款式 你家肥、屋潤,才過兩天,做人生就是這樣 你說如果,如果我給你,出來弄一個這麼小的網台 一個節目,兩個傢伙 要弄到屌你了,一萬幾千元租都說跑龍刀 我立即找你了,就是沿越冠刀出來 即是跟一些牧師臨朋友 斬開兩剝,立即 不是呀,跟伊斯蘭朋友 他們有些持有把刀 拿出來呀,嘩!這樣的 不是呀,我可以把我老婆和我兒子放下了 這麼沒用 是泰國大的說話是法律師說的 什麼叫滿宵船 我只是賣City TV 賣一個月都說我比一年租得齊頭 賣人夠夠 然後這些人還要一度給我賣 那裏是大一幕 劇場鏡頭真是慘 現在我們每天以十萬二十萬的重溫 去假啤梨漫步只有幾百幾十 為什麼國外朋友 如果你現在看啤梨漫步的直播或重播 麻煩你看看 究竟你是從什麼渠道看 如果你是從啤梨的頻道 OK 恭喜你 你是在看正版 但是他們是記者 Drama canonist 我們很多網友其實是這樣來的 我都要多謝他們說就說 是啊 A R A N A C A N T O S 告訴你你們正在翻版 侵權不要緊 但這是個全家屬才說全家屬 雖然我不知道是誰 他不斷搞我 為了什麼 因為有些人很混蛋 他沒事 什麼加拿大 那就有做YouTuber 但是自己又床頭路上 亦都不懂得說話 那怎麼辦 在這裡偷影片放上去 在這裡偷影片 他不是只搞我的 他很多人都搞的 D100他都搞的 於是乎有10萬 5萬萬 在我們發覺他投訴他之前 他就有些錢收一下 但後來YouTube已經發展到 DETECT到他 咦?你翻版 他沒有錢收 其實他有些看見 反正的錢都會落在我的袋 是啊 但是為什麼要繼續呢 先多謝 因為為什麼要繼續呢 他充滿了怨恨 不懶得 我說倒你了 如果不是什麼 我真的又脫褲 拿著他出來 倒你了 你轉過來和我 我倒你了 我說倒你了 你怎麼倒我 你倒我我暴脹 我倒你了 我倒你了 倒你了 到底他是否這個 CK號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惡如經常說要起他底 追他誰 說 惡如說 說了三年 我知他是誰 但我覺得 如果沒有百分百的證據我免得說出來 是不是要厚度一點 那不需要厚度 好了